7月23日,小米低调发布了米家互联网空桥,正式宣布进入空桥市场。 另一边,格力也一直致力于,在手机邻居进行布局,双方暗自较劲。 果要味十足,眼看小米雷神与格力董明珠的十一赌约的期限将至,双方也在对方的领地加速了扩张的步伐。 如今,以赌制到期还有不足四个月的时间,雷神加快了其在空调夜的动作。 众所周知,格力的家电在国内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和良好的口碑,而作为一个手机起家的公司,发展家电成了小米想要突破的领域。 小米可谓下足写本,并引入一家格力班底的公司。 此前有消息称,为了做大空调业务,负责小米空调业务的致米科技,试图从格力挖角,与格力此前的海外销售业务负责人。 小米接下公司,珠海三友接洽合作,谋求合力破局。 珠海三友的法人代表雷小米联合创始人,小米生态练负责人刘德。 小米体下全资子公司对珠海三友的技术背景,其实与格力电器有着一定的渊源。 其实,早在2015年,小米在高调入股美地后,就与美地合作,推出了首款2699元的爱青春智能空调。 2017年8月份,小米生态练企业质米科技,再次发布一款4399元的全资流变频空调,有着米科技与长虹空调联合研发,并由长虹空调生产。 今年7月推出的米科互联网空调,事实上是小米历史上第三次杀入空调领域,相比前两次,这一次小米显得底气更足,很大的就在于背后的技术力量变速换挡。 米科互联网空调还记得,在2013年12月,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板降典礼上,雷军和合力掌门人董明珠一同上台领奖。 当时,雷军先下了战书,请全国人民作证,五年后,如果我们的营业收入祭拜格力,董总输我一块钱就行了,董明珠随即自显得回应,要赌就赌是个异,一句玩笑式的赌局,却像病毒一样传播,这场历十五年的世纪好赌谜底即将揭晓,你认为谁会笑到最后? 本门编辑,帮燕秋关注泡泡网,朝向科技生活。